金庸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 第八回 白衣少女 播讲 桑小林 杨过轻轻推开窗门,闪身走进鸡皮二道房中,但见炕上放着两个包裹,拿起一个包裹一颠,里面有二十来两银子,心想,正好用做盘缠。 当下揣在怀里,另一个包裹四尺来长,却是包着两柄长剑,他分别拔出,使重手法将两柄剑都折断了,重行环规入鞘,再将包裹包好。 正要出房,转念一想,拉开裤子,在二道被窝中拉了一大泡尿。 耳听得有人上墙之声,知道这两个道士的轻声功夫也只寻常,不能一跃过墙,许得先跳上墙头,再纵身下地,当下闪身回房,悄悄掩上房门。 两个道士竟然全无知觉。 杨过辅耳于墙倾听隔房动静。 只听两个道人低声谈论,对明日比武之约似乎胜算在握,一面解衣上抗,突然皮青玄叫了起来。 呀,被窝中湿漉漉的是什么呀? 啊,好臭,鸡师兄,你这么懒,在被窝中拉尿。 鸡青虚脆道,什么拉尿? 接着也大叫了起来,哪里来的臭猫子到这儿拉尿? 皮青玄道,猫拉尿哪有这么多? 急清虚道,咦,奇怪,诶,银子呢? 房中煞食一阵大乱,两人到处寻放银两的包裹。 杨过暗暗好笑,只听得皮青玄大声叫道,电瓣儿,电瓣儿,你们这里是黑店不是半夜三更的偷客人银子? 两人叫嚷了几声,那店瓣睡眼惺忪的起来询问。 皮青玄一把抓住他胸口,说他开黑店,那店瓣叫起撞天驱来,惊动了店中的掌柜的,烧火的,站堂的都纷纷起来,接着住店的客人也挤过来看热闹。 杨过混在人丛之中,只见那店瓣大成熊变,口舌变给,滔滔不绝,只驳得鸡皮二道哑口无言,这店瓣生性最爱与人斗口,平素没事尚要聊不旁人,何况此时有人惹上头来。 更何况他是全然的理直气壮,只说得口莫横飞,精神越来越旺。 鸡皮二道老羞成怒,欲带动手,但想到轿中轻规,此处是钟南山脚下,怎敢胡来,只得忍气吞声,关门而睡。 那店瓣屋子在房外唠叨不朽。 四日清晨,杨过起来吃面,那多嘴店瓣过来招呼,口中喃喃不绝的还在骂人。 杨过笑问,那两个道士怎么了? 店瓣得意洋洋,说道,执娘贼,这两个臭道士想吃白食住白店,本来瞧在重阳宫的份上那也不相干,可是他们竟敢说我们开黑店,今儿天没亮。 两个贼道就溜走了,哼,老子定要告到重阳宫去,全真教的道也成千上万,哪一个不是严守清规戒律,这两个贼道的贼像我可记得清清楚楚,定要认了他们出来。 杨过暗暗好笑,又挑拨了几句,给了饭房钱,问明白豺狼谷的路径,脉步变形。 转瞬间行了三十余礼,豺狼谷已不再远,眼见天色尚指沉出,杨过心道,我且躲在一旁,瞧姑姑怎声对付那些歹人,最好别让姑姑先认出我来。 想起当日假扮庄稼少年耍弄红铃波之时,心下甚是得意,决意一让葫芦,再来一次。 当下走到一家农舍后院,探头张望,只见牛栏中一条大哭牛正在发威,低头顶脚,像牛栏的木栅猛撞,蹬蹬大响。 杨过心念一动,我就扮成个木童,姑姑乍见之下定然认我不出。 他悄悄跃进农舍,屋中只有两个娃娃坐在地下玩土,见到了吓得不敢作声。 他找了套农家衣服换上,穿上草鞋,抓一把土搓匀了抹在脸上,走进牛栏,只见壁上挂着一个斗笠,一只短笛,正是木童所用之物,心中甚喜,这样一来办得更加像了。 于是摘了斗笠带起,拿一条草绳附在腰间,将短笛插在绳里,然后开了拦门。 那哭牛见他走近,已在呵呵发怒,一见拦门大开,瞪时发足急冲出来,猛往他身上撞去。 杨过左掌在牛头上一按,飞身上了牛背,这股牛身高肉壮,足足有七百来斤重,毛长脚立甚是雄伟,一转眼已冲上了大路,他正当发情,暴躁异常,出力跳跃颠档,要将杨过震下背来。 杨过稳稳坐着即是得意,笑吃道,你再不听话,可有苦头吃了,提起手掌,用掌缘在牛肩上一斩,这一下他只使了二成魅力,可是那股牛便已痛得抵受不住,大声闷叫。 正要跃起发威,杨过又是一掌斩了下去,这般连斩食余下,那股牛终于不敢再行倔强。 杨过又是出,只要用手指戳他的左颈,他就转右,戳他右颈立即转左,戳后则进,戳前则退,居然指挥如意。 杨过大喜,猛力在牛臀上用手指一戳,股牛向前狂奔,竟是迅速异常,挤若斑马,不多时穿过一座密林,来到一个四周群山碧立的山谷,正与那电半所说的无异。 当下,月落牛背,任由股牛在山坡上吃草,手中牵着绳子,躺在地下装睡。 他不住望着头顶太阳,只见红日渐渐一到中天,心中越来越是慌乱,生怕小龙女不理对方的约会竟然不来。 寺下里一片寂静,只有那股牛不时发出几下鸣声,突然,山谷口有人击掌。 接着,南边山后也传来了几下掌声,杨过躺在坡上,翘起一只泥腿,搁在膝上,将斗力遮住了大半边脸,只露出右眼在外。 过了一会儿,谷口进来三个道人,其中两个就是昨日在客店中见过的姬清须与皮清玄,另一个约莫四十来岁年纪,身材甚矮,想来就是那个什么绅士书了。 宁木看他相貌,依稀在重阳宫曾经见过。 跟着山后也奔来两人,一个身材粗壮,另一个面目苍老,满头白发,两人都是乞丐装束,自是丐帮中的寒臣二人。 五人相互行进,默默无言地指一攻守,个人排成一列,脸朝西方。 就在此时,谷口外隐隐传来一阵得得提声,那五人相互望了一眼,一起注视谷口,只听得提声细碎,越行越近,谷口黑白之色,娇硬,一匹黑驴驮着一个白衣女子,急驰而来。 杨过摇剑之下,心中一领,不是姑姑,难道又是他们的帮手? 只见那女子迟到距五人树帐外,乐定了黑驴,冷冷地向个人扫了一眼,脸上全是鄙夷之色,似乎不屑于他们说话。 鸡清虚叫道,小丫头,瞧你不出,居然有胆前来,把帮手都叫出来吧。 那女子冷笑一声,刷的一声,从腰间拔出一柄又细又薄的弯刀,晚似一弯霉月,荧光耀眼。 鸡清虚道,我们这里就只五个,你的帮手几时到来,我们可不耐烦久等。 那女子一扬刀,说道,这就是我的帮手。 刀锋在空中划过,发出一阵嗡嗡之声。 此言一出,六个人进阶吃惊,那五人惊的是,她孤身一个女子居然如此大胆,也不约一个帮手,竟来与武林中的五个好手比武。 杨过却是失望伤痛至极,满心以为在此必能厚道小龙女,岂知所谓白衣美貌女子竟是另有其人,陡然间胸口逆气上涌,再也难以自制,哇的一声放声大哭。 他这一哭,那六个人却也吃了一惊,但见是山坡上一个切牛放草的木童,自是均未在意,料来乡下一个小小孩儿童受了什么委屈,因而在此啼哭。 姬清虚指着那姓韩的道,这位是丐帮中的韩英雄,指着那姓陈的道,这位是丐帮中的陈英雄,又指着申师叔道,我们师叔申志凡,申道长, 你曾经见过的。 那女子全部理睬,眼光冷冷,在五人脸上扫来扫去,竟将对方视若无误。 申志凡道,你既只一亿人来此,我们也不能跟你动手,跟你十日限期,十天之后你再约四个帮手,到这里相会。 那女子道,我说过已有帮手,对付你们这批酒囊饭袋还约什么人? 申志凡怒道,你这女娃娃,当真狂的可以。 她本带破口鹤马,终于强忍怒气,问道,你到底是不是古墓派的? 那女子道,是又怎样,不是又怎样,牛鼻子老道,你敢跟姑娘动手呢,还是不敢。 申志凡见她孤身一人,却是有恃无恐,料得她必定欲服好手在旁,古墓派的李莫愁却是个惹不得的人物,于是说道, 姑娘,我倒要请问,你平白无端的伤了我派门人,到底是什么原因? 倘若取代我方,小道登门向你师父谢罪,要是姑娘说不出一个缘由,那可羞怪无理。 那女子冷笑一声,道,自然是因你那两个牛鼻子无理,我才教训他们,不然天下杂毛甚多,何必定要削他们两个的耳朵? 申志凡愈是见她拖大,愈是惊疑不定。 那姓陈乞丐年纪虽老,火气却是不小,抢上一步喝倒,小娃娃,跟前辈说话,还不下驴? 说着身形晃动,以击到黑驴跟前伸手去抓她右臂,这一下出手迅速至极,那女子不及闪躲,立时被她抓住,她右手握刀,右臂被抓,也不能挥刀挡架。 不料冷光闪动,那女子手臂一扭,一柄弯刀竟然还是劈了下来。 那姓陈乞丐大害,急忙撒手,总算她见机极快,便招训捷,但两根手指已被刀锋划破。 她急跃退后,拔出单刀,哇哇大叫,随剑人,你当真活得不耐烦了。 那姓韩乞丐从腰间取出一对链子锤,身至凡亮出长剑,机兴须与皮兴玄也抓住剑柄,拔剑出鞘,抖绝手上重量有益,两人不约而同疑的一声,大吃一惊,原来手中抓住的各是半截断剑。 那女子见到二道狼狈尴尬的神态,不禁扑斥一笑,杨过正字悲伤,听到那女子笑声,但见二道的古怪模样,也不自禁地破提而笑。 只见那女子一弯腰,刷了一刀,往皮青玄头上削去,皮青玄急忙缩头,乃至她这一刀意识不尽,手腕微抖,在半空中转了个弯,终于划中皮青玄的幼鳄。 邓时鲜血泵流。 其余四人又惊又怒,团团团围在她黑驴四周,机体二人退在后面,手里各执半截断剑,抛去是舍不得,拿着可又没用,不知如何是好。 那女子一声轻笑,左手一提缰绳,胯下黑驴猛地纵出树杖,寒称二盖当即追尽,刀锤分举攻了上去。 申志凡跟着抢上,使开权真派剑法,渐渐刺向敌人要害。 杨过看她剑法虽狠,但比之尹志平、赵志靖等大有不如,了来是质自辈中的三四流角色。 她此时心神略定,方细看那女子容貌,只见她一张瓜子脸,颇为俏丽,年纪一丝尚比自己小着一两岁。 无怪那店伴不信这个白衣美貌女子是她姐姐,她虽也穿着一身白衣,但肤色微黑,与小龙女的脚白胜血截然不同。 但见她刀法轻盈流动,大半却是使剑的鹿子,刺销多而砍着少。 杨过只看了数招,心道,她使得果然是我派武功,难道又是李莫愁的弟子? 心想,两边都不是好人,不论谁胜谁败,都不必理会。 又想,凭你,也配称什么白衣美貌女子了,你跟我姑姑做丫鬟也不配。 于是取臂枕头,仰天而卧,斜眼观斗。 起初十余招那少女居然位落下风,她身在驴背居高临下,弯刀挥处,五人不得不跳跃闪避。 又斗十余招,吉兴虚剑手中这柄断剑实在管不了用,心念一动,叫道, 皮师弟,跟我来。 奔向旁边树丛,捡了一株细长小树,用断剑齐根斩断,削去枝叶,炎然是一根干棒。 皮青玄一样削棒,二道左右加弓,挺棒向黑驴刺去。 那少女轻斥,不要脸,挥刀挡开双棒,就这么一分心,那姓寒乞丐的帘子锤与身致凡的长剑前后其道。 那少女及时险招,低头横身,铁锤夹着一股劲锋从他脸上掠过,当的一声,弯刀与长剑相交。 就在此时,黑驴腹痛长丝,前胸提了起来,原来被激青虚刺了一棒。 那姓陈乞丐就地打了个滚,展开地堂刀法,刀背在驴腿上重重一击,黑驴瞪时跪倒。 这么一来,那少女再也不能乘驴而战,眼见剑锤旗帜,当即飞升而起,左手已抓住皮青玄的肝棒,用力一拗,肝棒断成两截。 他双足着地,回刀横削,隔开那姓陈乞丐砍来的一刀,杨过一惊,怎么,他已受了伤。 原来,那少女左足微薄,纵月之间显得不甚方便,一直不肯下驴,自是为了这个缘故。 杨过狭义之心顿起,但要插手相助,转念想到,我和姑姑好端端在古墓中长相厮守,都是那恶女人李莫愁道来,才闹到这种地步。 这女子又冒充我姑姑,要人叫她白衣美貌女子,好不要脸。 当下,转过了头,不去瞧她。 耳听得冰刃香蕉叮当不绝,好奇心终于按捺不住,又回过头来。 但见香斗情势已变,那少女东闪西闭,已是遮兰多,还手少。 突然,那姓韩乞丐铁锤飞去,那少女侧头让过,正好申志凡常见削道,砰了一声轻响,将她素发的银环削断了一根,半边并发便劈锤下来。 那少女秀眉微扬,嘴唇一动,脸上瞪如罩了一层岩霜,反手还了一道。 杨过见她扬眉洞唇的怒色,心中剧烈一阵。 姑姑恼我之时,也是这般神色。 只因那少女这一发怒,杨过历时决心相助。 当下拾起奇葩怪儿小石子放入怀中,但见她左之右处,神情已十分狼狈。 申志凡叫道,你与赤恋仙子李莫愁到底怎生成虎,再不时说可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 那少女弯刀横回,托从她后脑勾了过来,申志凡没料到她会忽视突袭,挡架不及,姓陈乞乞丐急叫,留神! 姬清须猛力举肝棒向弯刀背上击去,才救了申志凡性命。 五人见她招数如此毒辣,下手再不容情,煞时之间那少女连遇显招。 申志凡料想,这少女与李莫愁必有渊源。 日后被那赤恋魔头得知讯息,那可祸患无穷。 眼见她并无后援,正好杀了灭口,于是招招指向她的要害。 杨过见她危在寝客,再也言缘不得。 翻身上了牛背,随即溜到牛腹之下,双足勾住牛背,伸直在牛臀上一戳,那股牛放开四体向六人直冲过去。 六人恶斗震撼,突然见到疯牛出来,都吃了一惊,四下纵开臂上。 杨过扶在牛腹之下,看准了五个男子的背心穴道,小狮子眉眉至初,祸中魂门,祸中神堂。 但听得苍朗啪啦,哎呦脸响,五人双臂麻酸,手中兵刃纷纷落地,杨过却与驱骨牛回到山坡。 他从牛腹下翻身落地,大叫大嚷,哎呦,大股牛发疯了,这可不得了了。 身指凡穴道被点,兵刃脱手,又不见敌人出手,自料是那少女的帮手所为,此人武功如此高明,哪里还敢练战,幸好双腿仍能迈步,发足便奔,总算他尚有义气,叫道,陈大哥,韩兄弟,咱们走吧。 愚人不暇细想,也都跟着逃走。 皮青玄慌慌张张,不变东西,反而向那少女奔去,激情虚大叫,皮师弟,到这里来。 皮青玄带要转身,那少女抢上一步,弯刀灼僵下来。 皮青玄大惊,手中又无冰刃,急忙偏身闪避,起着那少女弯刀灼出时,方向不定,似东石西,如上却下,冷光闪出,已砍到了她的面门。 皮青玄危急中举手挡阁,擦的一声,弯刀已削住了她四根手指,她尚未觉得疼痛,回头急逃。 幸寒乞丐逃出十余步,见路无双不再追来,心道。 这丫头搏了脚,怎追我的上? 想到她足搏,不自禁地向她左腿瞧了一眼,转身又奔。 其实这一下正犯了那少女的大忌,邓时怒气勃发,不可一止,叫道。 贼叫话,你道我追你不上吗? 舞动弯刀挥了几转,呼的一声,猛的智出,只见那弯刀在半空中荧光闪闪,噗的一声,插入那姓寒乞丐左肩。 那人一个量枪,尖头带着弯刀狂奔而去,不多时,舞人均已窜入了树林。 那少女冷笑几声,心中大是狐疑。 难道有人伏在左近? 她为什么要助我? 自己使惯了的银弯刀给那姓寒乞丐带了去,不禁有些可惜。 使起那姓寒乞丐掉在地下的单刀拿在手里,急步往四下树林查看,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影。 回到谷中,但见杨过哭丧着脸坐在地下,呼天抢地地叫苦。 那少女问道,喂,牧童儿,你叫什么苦? 杨过道,这牛忽然发疯,身上撞烂了这许多毛皮,回去主人家定要打死我。 那少女看那股牛,但见毛色光鲜,也没撞损什么,说道,好吧,总算你这牛帮了我一个忙,给你一顶银子。 说着,从怀中掏出一顶三两银子的元宝,置在地下。 他想,杨过定要大喜撑谢,哪知他仍是愁眉苦脸,摇着头布拾银子。 那少女道,你怎么了? 傻瓜,这是银子啊。 杨过道,一定不够。 那少女又取出一顶银子置在地下,杨过有意逗他,仍是摇头。 那少女恼了,秀眉一阳,沉连骂道。 没了,傻瓜。 转身便走,杨过见他发怒的神情,不自禁地胸头热血上涌,眼中发酸。 想起小龙女平日责骂自己的模样,心意已绝。 一时之间若是寻不着姑姑,我就静瞧着姑娘恼怒的样便了。 当下伸手抱住他右腿,叫道,你不能走。 那少女用力一正,却被他牢牢抱住了正不脱,更是发怒,叫道,放开,你拉着我干嘛。 杨过见他怒气勃勃,心中越是乐意,叫道,我回不了家了,你救命。 跟着便大叫,救命,救命! 那少女又好气又好笑,举刀喝道,你再不放手,我一刀砍死你。 杨过抱得更加紧了,假意哭了起来,说道,你砍死我算了,反正我回家去也活不成。 那少女道,你要怎地? 杨过道,我不知道,我跟着你去。 那少女心想,没来由得惹得这傻瓜跟我胡缠,提刀便砍了下去。 杨过料想他不会真砍,仍是抱住他的小腿不放。 哪知这少女出手狠辣,这一刀真是砍向他头顶,虽不想取他性命,却要在他头上砍上一刀,好叫他吃点苦头,不敢再来。 杨过剑单刀直砍下来,带刀锋巨头不过数寸,一个打滚儿避开,大叫,杀人了,杀人了,杀人了。 那少女更加恼怒,抢上又是挥刀砍去,杨过横卧地下,双脚乱踢,大叫,我死了,我死了。 他一双泥足瞎声乱撑,模样要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,但那少女几次险些被他踢中手腕,始终砍他不中。 杨过剑他满脸怒涩,正是要瞧他这副称态,不由得痴痴地凝望。 那少女见他神色古怪,喝道,你起来。 杨过道,那你杀我不杀。 那少女道,好,我不杀你就是。 杨过慢慢爬起,呼呼呼地大声喘气,暗中运气闭血,一张脸瞪时惨白,全无血色,就似吓得魂不附体一般。 那少女心中得意,呸了一声道,瞧你还敢不敢胡缠。 举刀指着山坡上皮青玄的几根被割下来的手指说道,人家这般凶神恶煞,我也砍下他的爪子来。 杨过装出惶恐畏惧模样,不住畏缩。 那少女将单刀插在腰带上,转身找寻黑驴,可是那驴子早已逃得不知去向,只得徒步而行。 杨过拾起银子,揣在怀里,牵了牛绳跟在他后面,叫道,姑姑,你带我去。 那少女哪家理睬,加快脚步,转眼间将他抛得影踪不见,那只刚歇得一歇,只见他牵着骨牛远远奔来,叫道,带我去啊,带我去啊。 那少女秀眉紧促,展开轻弓,一口气奔出树里,直到他再也追赶不上,不料过不多时,又隐隐听到带我去啊的叫声。 那少女怒从心起,反身奔去,拔出单刀高高举起,杨过叫道,哎呀,抱头便逃。 那少女只要他不再跟随,也就罢了,转身再行。 走了一阵,听得背后一声牛鸣,回头望时,但见杨过亲了骨牛,摇摇跟在后面,相距约有三四十步。 那少女站定脚步,等他过来,可是杨过见他不走,也就立定不动。 他如前行,当即跟随,若是反身举刀追来,他转头就逃。 这般追追停停,天色已晚,那少女始终摆脱不了他的纠缠。 他见着小木桶虽然傻里傻气,脚步却是异常迅捷,像是在山地中奔跑惯了,要带追上去打晕了他,或是砍伤他两腿,每次总是给他连滚带爬,惊险异常地溜脱。 又缠了几次,那少女佐足博了,行得久后甚感疲累,于是心声一气,高声叫道,好吧,我带你走便是,你可得听我的话。 杨过喜道,你当真带我去? 那少女道,是啊,干嘛要骗你? 我走得累了,你骑上牛背,也让我骑着。 杨过牵了骨牛快步走近,目爱苍茫中见他眼光闪烁,致他不怀好意。 当下,笨手笨脚地爬上了牛背,那少女佐足一点,轻轻瞧瞧地跃上,坐在杨过身前,心想,我驴子逃走了,骑着骨牛倒也不坏。 足间在牛肋上重重一踢,骨牛吃痛,发提狂奔,那少女微微冷笑,目的里手肘用力向后撞去,正中杨过胸口,杨过叫声,哎呀一个惊斗,翻下了牛背。 那少女甚是得意,心想,任你无赖,此次终须着了我的道。 身指在牛肋里一戳,那骨牛奔得更加快了,呼听杨过仍是大叫大嚷,声音就在背后,一回头,只见他两手牢牢抓住牛尾,双足离地,给骨牛拖得腾空飞行满脸又是泥沙又是鼻涕眼泪,形状之狼狈时事无以复加, 可偏偏就是不放牛尾,那少女无法可施,提起单刀,正要往他手上砍去,呼听人声喧哗,原来骨牛已奔到了一个市级上,人重拥挤,骨牛无路可走,终于停了下来。 杨过有意要逗那少女生气,以瞧他的怒涩,躺在地下大叫,我胸口好疼啊,你打死我了。 市级上众人纷纷围拢,探问缘由。 那少女钻入人丛,便想乘机溜走,几只杨过从地下爬降过来,又去抱住他的右腿,大叫,别走,别走啊。 旁人忙问,干什么,你们吵些什么? 杨过叫道,她是我媳妇,我媳妇不要我,还打我。 那人道,媳妇打老公,那还成什么事件? 那少女柳眉倒树,左脚踢出,杨过把身旁一个壮汉一推,这一脚正好踢在他的腰里。 那大汉怒急,骂道,小贱人,踢人吗? 提起猝博般的拳头锤去。 那少女在他手肘上一拖,接力挥出,那大汉二百来斤的身躯呼的飞起,在空中哇哇大叫,跌入人丛,指向的众人大呼小叫,乱成一团。 那少女竭力要挣脱杨过,被他死命抱住了,却哪里挣脱得了? 眼见又有五六人抢上来要为难,只得低头道,我带你走便是,快放开。 杨过道,你还打不打我? 那少女道,好,不打了。 杨过这才松手,趴起身来,二人钻出人丛,奔出市集,但听后面一片叫嚷之声,杨过居然在百忙之中,仍是牵着那条蛊牛。 杨过笑嘻嘻的道,人家也说,媳妇儿不可打老公。 那少女恶狠狠的道,死傻蛋,你再胡说八道,说我是你媳妇儿什么,瞧我不把你的脑袋瓜子砍了下来。 说着提刀一扬,杨过抱住脑袋,向旁逃过几步,求道,好姑娘,我不敢说了。 那少女催道,瞧你这副脏模样,丑八怪也不肯嫁你做媳妇儿。 杨过嘻嘻傻笑,却不回答。 此时天色昏暗,两人站在旷野之中,遥望市集中吹烟鸟鸟生起,腹中都敢饥饿。 那少女道, 傻蛋,你到市上去买十个馒头来。 杨过摇头道,我不去。 那少女脸一沉,道,你干嘛不去? 杨过道,我才不去呢,你骗我去买馒头,自个儿偷偷地溜了。 那少女道,我说个不溜就是了。 杨过只是摇头,那少女挥拳要打,他却又快步逃开。 两人绕着大股牛,捉迷腾般团团乱转。 那少女一足博了,行走不便,眼见这小子跌倒爬起,大呼小叫,自己虽有轻身功夫,却总是追他不上。 他恼怒之急,心想自己空有一身武功,网称机智乖巧,却给这个又臭又脏的乡下小傻蛋缠得束手无策,算得无能之志。 也是杨过一副窝囊像装的实在太像,否则他几次三番杀不了这小傻蛋,心中早该起疑。 他沿着大道难行,眼见杨过牵着股牛远远跟随,心中计算如何出其不意地将他杀了。 走了一顿饭功夫,天色更加黑了,只见道旁有一座破旧石屋,似乎无人居住。 群四,今晚我就睡在这儿,等那傻瓜半夜里睡着了,一刀将他砍死。 当即向石屋走去,推门进去,只觉沉气扑鼻,屋中桌椅破烂,现实废弃已久。 他割些草将一张桌子,抹干净了,躺在桌上闭目养神。 只见杨过并不跟随进来,他叫道,傻蛋,傻蛋。 不听他答应,心想,难道这傻蛋知道我要杀他,应而逃了? 当下也不理会。 过了两久,迷迷糊糊地正要入睡,突然一阵肉香扑鼻。 他跳起身来走到门外,见杨过坐在月光之下,手中拿着一大块肘,正字张口大嚼。 身前生了一堆火,火上树枝搭架,挂着野味烧烤,香味儿一阵阵地送来。 杨过见他出来,笑了笑道,要吃吗? 将一块烤得香喷喷的腿肉炙了过去。 那少女揭在手中,似是一块黄张腿肉。 肚中正饿,撕下一片来吃了。 虽然没盐,却也甚是鲜美,当下坐在火旁,斯斯文文地吃了起来。 他先将腿肉一片片地撕下,再慢慢咀嚼,但见杨过吃得唾沫乱剑,搭搭有声,不由得恶心,欲带不吃,腹中却又饥饿,只得转过了头不去瞧他。 他吃完一块,杨过又递了一块给他。 那少女道,傻蛋,你叫什么名字? 杨过愣愣愣地道,你是神仙不是,怎知道我名叫傻蛋? 那少女心中一乐,笑道,嘿,原来你就叫傻蛋,你爸爸妈妈呢? 杨过道,都死光了,你叫什么名字? 那少女道,我不知道,你问来干嘛? 杨过心想,你不肯说,我且激你一激。 得意洋洋地道,我知道了,你也叫傻蛋,因此不肯说。 那少女大怒,纵起身来,举拳往他头上猛击一激,骂道,谁说我叫傻蛋,你自己才是傻蛋。 杨过哭丧着脸,抱头说道,人家问我叫什么名字,我说不知道,人家就叫我傻蛋,你也说不知道,你自然也是傻蛋了。 那少女道,谁说不知道了,我不爱跟你说就是,我姓陆,知不知道? 这少女就是当日在嘉兴南湖中采莲的幼女,陆无双。 他与表姐成英,武士兄弟,采摘花朵时,摔断了腿,武三娘为他接续断骨。 是在此时,洪灵波奉师命来袭,以致接骨不慎妥善,商与之后,左足短了寸许,行走时略有薄态。 他皮色虽然不甚白皙,但容貌秀丽,长大后便更见娇美了,只是一足薄了,不免引以为恨。 那日,李莫愁杀了他父母卑谱,将他掳去,本来也要杀害,但见他井中所系的井帕,记起他伯父陆斩元昔日之情,迟迟不忍下手。 陆无双聪明精乖,知道落在这女魔头手中生死寄予一线,这魔头来去如风,要逃是万万逃不走的,于是一起使便取义迎合,处处讨好。 竟奉承的那杀人不眨眼的吃恋仙子加害之意日渐淡了,李莫愁有时记起当年恨事,就将他叫来折辱一场。 陆无双故意装得蓬头垢面,一瘸一拐,李莫愁见了他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,胡乱打骂一番,出了心中之气,也就不为一矣。 陆无双如此委屈求全,也亏她是一个小小女孩,居然在这大魔头门下挨了下来。 她将父母之仇暗藏心中,丝毫不露。 李莫愁问起她的父母,她总是假装想不起来。 当李莫愁与红灵波练武之时,她就在旁递见传金,勘察纵果的伺候,十分殷勤。 她武学本有些根底,见了二人练武,心中暗计。 待李红二人出门时便偷偷练习,平时更加有意讨好红灵波。 后来,红灵波趁着师父心情甚佳之时,待陆无双求情,也拜在他门下做了徒弟。 如是过了数年,陆无双武功日尽,只是李莫愁对他总是心存遗迹。 别说最上乘的武功,就是第二流的功夫也不肯传授。 倒是红灵波见他可怜,暗中长家点拨,因此他的功夫说高固然不高,说低却也不低。 这日,李莫愁与红灵波师徒先后复活死人目到玉女心经, 陆无双见他们长日不归,决意就此逃离魔窟,回江南去探访父母的生死下落。 他幼时虽见父母被李莫愁打得重伤,料想凶多吉少, 就为亲见父母逝世,心中总存着一线指望,要去探个水落石出。 临走之时,心想,一不做,二不休,竟又盗走了李莫愁的一本《五毒秘传》,那是记载诸斑毒药和解药的抄本。 他左足博了,最恨别人瞧他博足,那日在客殿之中,两个道人向他的博足多看了几眼,他立即出言斥责。 那两个道人脾气也不甚好,三言两语动起手来,他使弯刀削了两个道人的耳朵,才有日后豺狼骨的约斗。 当日李莫愁弩他北去之时,他在窑洞门口与杨过曾见过一面,但其实二人年幼,日后都变了模样,数年前匆匆一会,这时自然谁都记不起了。 陆无双吃完两块烤肉也就饱了,杨过却借着火光眼映,看着他的脸色,心想,我姑姑此刻不知身在何处? 眼前这女子若是姑姑,我烤张腿给她吃,岂不是好? 心下荀子,呆呆地凝望着他,静似吃了。 陆无双哼了一声心道,你这般无礼瞧我,现下且自忍耐,半夜里在杀你,当即回入食屋中睡了。 睡到中夜,他悄悄起来,走到屋外,只见火堆边杨过一动不动地睡着,火堆早已熄了,于是捏手捏脚地走到他身后,手挤刀落,往他背心砍去。 突然手腕一抖,虎口震得巨痛,瞪时把捏不定,刀的一声,单刀脱手,只觉重刀之处似铁似石。 他一惊飞小,急忙转身逃开,心想,难道这傻蛋竟练得周身刀枪不入? 奔出树杖,见杨过并不追来,回头一望,只见他仍是浮在火边不动。 陆无双疑心大起,叫道,傻蛋,傻蛋,我有话跟你说。 杨过只是不硬,他凝神细看,但见杨过身形缩成一团,模样极是古怪,当下大着胆子走近,见他竟然不似人形,伸手摸了摸, 衣服下硬硬的似是一块大石,抓住衣服向上提起,衣服下果然是一块岩石,又哪里有杨过的人在。 他呆了一呆,叫道,傻蛋,傻蛋。 不听答应,当下侧耳倾听,似乎屋子中传出一阵阵憨声,寻声寻去,只见杨过正睡在他视才所睡的桌上,背心向外,憨声大作,浓睡正憨。 陆无双盛怒之下,也不去细想他怎会突然睡到了桌上,立即纵身而起,提起单刀,挺刀尖向他背心插落。 这一下刀锋入肉,手上绝无意感,却听杨过打了几下憨,说起梦话来。 实在我背上挠痒,别闹别闹,我怕痒。 陆无双惊得脸都白了,双手发颤,心道,此人难道竟是鬼怪? 转身欲逃,意识之间双足竟然不听使唤,只听他又说梦话。 背上好痒,定是小老鼠来偷我的黄张肉。 伸手背后,从衣衫底下拉出半盘黄张,啪的一声,抛在地下。 陆无双输了一口长气,这才明白,原来这傻蛋将黄张肉放在背上,刚才这刀刺在瘦肉上了,却叫我虚惊一场。 他连刺两次食物,对杨过憎恨之心更加强了,咬牙低声道,臭傻蛋,瞧我这次要不了你的小命。 闪身扑上,举刀向他背心猛砍,杨过于憨声呼呼中翻了个身,这一刀啪的一声,砍在桌上,伸入墓里。 陆无双手上运劲,大咬拔刀,杨过正做什么噩梦,大叫,妈呀妈呀,小老鼠来咬我呀。 两条泥腿竖得伸出,左腿搁在陆无双臂弯里的曲驰穴,右腿却搁在他肩头的肩颈穴,这两处都是人参大穴。 他两条泥腿摔僵下来,无巧不巧,恰好撞正这两处穴道,陆无双瞪时动他不得,呆呆地站着,让身子坐了他鸽腿的架子。 他心中怒急,身子虽不能动,口中却能说话,喝道,喂,傻蛋,快把臭药拿开。 只听他打呼声,郁家响了,他不知如何是好,脑恨之下,张口将唾沫向他吐去。 杨过翻了个身,右脚尖漫不经意地掠了过来,正好在他锯骨穴上轻轻一碰,陆无双立时全身酸麻,连嘴也张不开了,鼻中只闻到他脚上臭气震震冲来。 就这么割了一盏茶时分,陆无双气得几欲晕去,心中赌咒发誓,明日待我穴道松了,定要在这傻蛋身上斩他十七八刀。 再过一阵,杨过心想,也捉弄他得够了,放开双足,转过身来。 虽在黑暗之中,他脸上的气恼神色仍是瞧得清清楚楚,他越是发怒,似乎越是与小龙女相似。 杨过痴痴地瞧着,哪里舍得闭眼? 其实,陆无双相貌和小龙女全部相似,只是天下女子生气的模样总是大同小异。 杨过念师情窃,百无聊赖之中瞧瞧陆无双的称态怒色,自觉是依稀瞧到了小龙女,那也是画饼之意,望眉之丝而已。 过了一会儿,月光西斜,从大门中照射进来,陆无双见杨过双眼睁开,笑眯眯地瞧着自己,心中一领。 莫非这傻蛋,瞧呆半痴,他点我穴道,并非无意碰巧壮众。 想到此处,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,就在此时,忽见杨过斜眼望着地下,他歪过眼珠,顺着他眼光看去,只见地下并排列着三条黑影,原来有三个人站在门口。 凝神再看,三条黑影的手中都拿着冰刃,他暗暗叫哭,糟了,糟了,对头找上门来,偏身给这傻蛋撞中了穴道。 他连遭怪异,心中虽然起疑,这总男性如此肮脏猥琐的一个木童,竟会有一身高明武功。 杨过闭上了眼,大声大憨,只听门口一人叫道,小贱人,快出来,你站着不动,就想到也饶了你吗? 杨过心道,原来又是个牛鼻子。 又听另一个人道,我们也不要你的性命,只要削你两只耳朵,三根手指。 第三人道,老子在门外等着,爽爽快快的出来动手吧,说着向外跃出,三人围成半圆,站在门外。 杨过伸个懒腰,慢慢坐起,说道,外面叫什么呀,陆姑娘,你在哪儿? 咦,你干嘛站着不动? 在他背上推了几下,陆无双但觉一股强劲力道传出,全身一震,三处被封的穴道遍及解开。 当下也不及细想,俯身拾起单刀,跃出大门,只见三个男人背向月光而立。 他更不打话,翻腕向左边那人挺刀刺去,那人手中拿的是条铁鞭,看准尖刀砸将下来。 他铁鞭本就沉重,兼致屡力甚强,砸得又准,当的一声陆无双单刀脱手。 杨过横卧桌上,见陆无双向旁跳开,左手斜指,心道。 好,那道人的长剑保不住。 果然,他手腕抖翻,以施展古木派骨功,夺过道人手中长剑顺手着落,扑得一声道人肩头中剑。 他大声咒骂,跃开去撕道袍裹伤。 陆无双五剑与屎边的汉子斗在一起,另一个矮小汉子手持花枪,东一枪西一枪的船刺,不敢过分逼近。 那屎边的猛汉武艺不弱,斗了时余和,陆无双剑感不知。 那人出手与步履之间均有气度,似乎颇为自顾身份,陆无双数次失手,他竟并不过分相逼。 那道人裹好伤口,空手过来,指着陆无双骂道,古木派的小剑人下手这般狠毒,挺壁五拳,向他急冲过去。 白光闪动,那道人背上又吃了一剑,可是那矮汉的花枪却也刺到了陆无双背心,屎边猛汉的铁边戳向他肩头,杨过暗叫,不好。 双手握着的两枚石子同时指出,一枚荡开花枪,另一枚打中了猛汉右腕。 不料那猛汉武功了得,右腕重石,铁边固然无力前身,但左掌快似闪电,竖的穿出,扑的一声,鸡正,鹿无双胸口。 杨过大惊,他究竟年轻时浅,看不透这猛汉左拳上功夫的了得,急忙抢出,一把抓住他后领,运进摔出。 那猛汉腾空而起,跌出杖许之外,那道人与矮汉子见杨过如此厉害,忙扶起猛汉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杨过斧头看鹿无双时,见他脸如筋纸,呼吸甚是微弱,受伤时是不轻,伸左手扶住他背脊,让他慢慢坐起,但听得咯啦咯啦两声轻响,却是骨骼互撞之声,原来他两根肋骨被那猛汉一掌击断了。 他本已昏晕过去,两根断骨一动一阵剧痛,便急行转,滴滴呻吟。 杨过道,怎么了,很痛吗? 鹿无双早痛得死去活来,咬牙骂道,问什么,自然很痛,抱我进屋去。 杨过拖起他身子,不免略有震动,鹿无双断骨相撞,又是一阵难当剧痛,骂道,好傻蛋, 你,你故意折磨我,那三个家伙呢? 杨过出手之时,他已被击晕,事已不知是他救了自己性命。 杨过笑了笑,道,他们知道你已经死了,拍拍手就走了。 鹿无双心中略宽,骂道,你笑什么,死傻蛋,见我越痛就越开心,是不是? 杨过每听他骂一句,就想起小龙女当日斥骂自己的情景来。 他在活死人墓中与小龙女相处这几年,时是他一生中最欢悦的日子。 小龙女纵然斥责,他因知师父真心相待,仍是内心感到温暖。 此时找寻师父不到,恰好碰到另一个白衣少女,悉苦孤寂之情,净得烧雀。 实则小龙女秉性冷漠,纵对杨过责备,也不过不动声色地淡淡说几句。 哪会如陆无双这般乱骂,但在杨过此时心静,总是有一个年轻女子斥骂自己,远比无人斥骂为佳。 对她的恶言相加只是微笑不理,抱起她放在桌上。 陆无双横卧下去时,断骨又咯咯作声,忍不住大声呼痛,呼痛时肺部吸气,牵动肋骨,痛得更加厉害了,咬紧牙关,额头上全是冷汗。 杨过道,我给你接上断骨好吗? 陆无双骂道,臭傻蛋,你会接什么骨? 杨过道,我家里的赖皮狗跟隔壁的大黄狗打架,给咬断了腿,我就给它接过骨,还有王家伯伯的母猪撞断了肋骨,也是我给接好的。 陆无双大怒,却又不敢高声呼吓,低沉着嗓子道,骂我赖皮狗? 又骂我母猪,你才是赖皮狗,你才是母猪。 杨过笑道,就算是猪,我也是公猪啊,再说那赖皮狗也是辞的,熊狗不会赖皮。 陆无双虽然伶牙俐齿,但每说一句,胸口就一下牵痛,满心要跟它斗口,却是力所不逮,只得闭眼忍痛,不理它的唠叨。 杨过道,那赖皮狗的骨头,经我一接,过不了几天就好了,跟别的狗打起架来,就和没断过骨头一样。 陆无双心想,说不定这傻蛋真会接骨,何况若是无人医治,我准没命。 可是他给我接骨,便得碰到我的胸膛,那,那怎么是好? 嗯,他若治我不好,我跟他同归于尽,若是治好了,我也绝不容着见过我身子之人活在世上。 他又遭惨祸,忍辱争命,心境本已大义常人,跟随李莫愁日久,耳濡目染,更学得心狠手辣,小小年纪却是满肚子的恶毒心思。 低声道,好吧,你若骗我,小傻蛋,我绝不让你好好的死。 杨过心道,此时不加刁难,以后只怕再没机缘了,于是冷冷的道,王家婆婆的母猪撞断了肋骨,她闺女向我千求万求,连叫我一百声好哥哥,我才去给她接骨。 陆无双连声道,呸呸呸,臭傻蛋,臭傻蛋。 胸口又是一阵剧痛,杨过叫道,你不肯叫,那也罢了,我回家了。 你好好歇着,说着站起身来,走向门口。 陆无双心想,此人一去,我定要痛死在这里了,只得忍气道,你要怎地。 杨过道,本来嘛,你也得叫我一百声好哥哥,但你一路上骂得我苦了,须得叫一千声才行。 陆无双心下记忆,一切切答应她,待我伤愈,再慢慢整治她不迟。 于是说道,我就叫你好哥哥,好哥哥,好哥哥,哎哟。 杨过道,好吧,还有九百九十七声,那就记在帐上,等你好了再叫。 走近身来,伸手去解她衣衫。 陆无双不由自主地一缩,惊道,走开,你干什么? 杨过退了一步,道。 隔着衣服借断骨我可不会,那些赖皮狗老母猪都是不穿衣服的。 陆无双又觉得好笑,可是若要认她解衣,终觉害羞。 过了两久,才低头道。 好吧,我闹不过你。 杨过道,你爱之不至,我又不稀罕。 正说到此处,呼听的门外有人说道,这小贱人定然在此方圆二十里之内,咱们赶紧搜寻。 陆无双一听到这声音,只吓得面无人色,当下顾不得胸前痛楚,伸手抓住了杨过的嘴巴,原来外面说话的,正是李莫愁。 杨过听了他声音,也是大吃一惊,只见另一个女子声音道,那叫花子尖头锁插的那把弯刀,明明是师妹的银胡刀,就可惜没能起下来韧一下。 此人自是红铃波了。 他师徒俩从活死人墓中死里逃生,回到赤霞庄来,发现陆无双竟已逃走,这也罢了。 不料他还把一本五毒秘传偷了去。 李莫愁横行江湖,武林人士尽皆忌惮,主要还不因他武功,而在他五毒神掌与冰破银针的剧毒。 五毒秘传中,载得有神掌与银针上毒药及解药的药性、制法,倘若流传了出去,赤脸仙子便以赤脸蛇给人拔去了毒牙。 秘传中所载他早烂熟于胸,自不虚待在身边,在赤霞庄中又藏得机密万分,那只陆无双平时万事都溜上了心,得知师父收藏的所在,既然决意私逃,便连这本书也偷了去。 李莫愁这一怒真是非同小可,带了洪林波连日连夜的追赶,但陆无双逃出已久,所走的又是荒僻小道。 李莫愁师徒自北至南,自南回北都结了几次,始终不见他的踪影。 这一晚事有凑巧,师徒俩行至同关附近,听得丐帮弟子传言,召集西路帮众聚会。 李莫愁心想,丐帮徒众便于天下,耳目灵通,当会有人见到陆无双。 于是,师徒俩赶到集会之处,想去打探消息。 在路上恰好撞到一名五代弟子,由一名丐帮帮众背着飞跑。 另外十七八名丐儿在旁护卫。 李莫愁见那人尖头插了一柄弯刀,正是陆无双的银弧刀。 他闪身在旁窃听,隐约听到那些乞丐愤然叫嚷,说给一个博足丫头用弯刀制中了尖头。 李莫愁大喜,心想,他既受伤不久,陆无双避在左近。 当下,急不追赶,寻到了那破屋之前。 但见屋前烧了一堆火,又微微闻到血腥气。 盲晃亮光哲四下照看,果见地下有几处血迹,血色上心,显示恶斗未酒。 李莫愁一拉徒二的衣袖,向那破屋指了枕。 红灵波点点头,推开屋门,五剑护身,闯了进去。 陆无双听到师父与师姐说话,以致无信,把心一横,躺着等死。 只听得门声轻响,一条蛋黄人影闪了进来,正是师姐红灵波。 红灵波对师妹情意倒甚不错,知道此次师父定要使尽诸般恶毒法,折磨得师妹痛苦难当,这才慢慢处死。 眼见她躺在桌上,当下举剑往她心波中刺去,免她零碎受苦。 剑尖刚要触及陆无双心口,李莫愁伸手在她肩头一拍,红灵波手臂无尽,立时垂下。 李莫愁冷笑道,难道我不会动手杀人,要你忙什么? 对陆无双道,你见到师父也不败了吗? 他此时虽当圣怒,仍然言语斯文,亦如评诉,陆无双心想。 今日,记忆落在他手中,不论哀求也好,顶撞也好,总是要苦受折磨。 于是,淡淡地道。 你与我家累世深仇,什么话也不必说了。 李莫愁静静静地望着他,目光中也不知是喜事愁。 红灵波脸上满是哀怜之色,陆无双尚唇微翘,反而神情巨傲。 三人这么互相瞪视,过了两久,李莫愁道。 那本书呢? 拿来。 陆无双道,给一个恶道士一个臭教花子抢去了。 李莫愁暗吃一惊,他与丐帮虽无良子,跟全真教的过节却是不小。 素知丐帮与全真教渊源极深,这本五毒密传落入了他们手中,那还了得。 陆无双隐约见到师父淡淡轻笑,自是正在思量毒计。 他在道上寻陶之际,提心吊胆的只怕师父追来,此刻当真追上了,反而不知现实恐惧。 突然间想起,傻蛋哪里去了? 他命在请客,想起那个肮脏痴呆的木童,不知不觉竟有一股温暖亲切之感。 突然间,火光闪亮,提声腾腾直响。 李莫愁师父转过身来,只见一头大股牛急奔入门,那牛右脚上附了一柄单刀,左脚上附着一层烧得正旺的柴火。 眼见冲来的势道极是威猛,李莫愁当即闪身在旁,但见股牛在屋中打了个圈子,转身又奔了出去。 古牛近来是横冲直撞,出去时也是发足狂奔,转眼间已奔出树杖之外。 李莫愁望着古牛后影,出时未敢诧异,随即心念一动,是谁在牛脚上附上柴火尖刀? 转过身来,师徒俩同声惊呼,躺在桌上的鹿无双,已踪影不见。 红灵波在破屋前后找了一遍,跃上屋顶,李莫愁料定是那古牛作怪,当即追出屋去,黑暗中但见牛脚上火光闪耀,已穿入了前面树林。 他在火光照应下见牛背上无人,看来陆无双并非成牛逃走。 转念一想,是了,定是有人在外接应,赶着怪牛来分我之心,趁乱救了他去。 但一时之间不知向何方追去才是。 当下,脚步加快,片刻间已追上古牛,纵身跃上牛背,却瞧不出什么端倪。 立即跃下,在牛臀上踢了一脚,搓口低笑,与红灵波通了讯号,一个自北至南,一个从西到东的追去。 这古牛自然是杨过赶进屋去的,他听到李莫愁师徒的声音,当即溜出后门,站在窗外偷听。 只一句话,便知李莫愁是要来取陆无双性命。 灵机一动,奔到古牛之旁,将陆无双那柄给铁边砸落在地的单刀拾起,再拾了几根枯柴,分别附上牛脚。 徐火燃着了柴火,浮在牛背之下,手脚抱住牛身,驱牛冲进屋去,一把抱起陆无双,仍是藏在牛腹底下逃出屋来。 他行动迅捷,兼知那古牛模样古怪,饶是李莫愁精明事出不易,却也没瞧出破绽。 带得他追上古牛,杨过早已抱着陆无双,跃入长草中躲起。 这一番颠动,陆无双早痛得死去活来,与杨过怎样相救,怎样抱着他藏身在牛腹之下,怎样跃入草丛,他都是迷糊不清。 过了好一阵,神智烧腹,鸭的一声叫了出来。 杨过忙按住他口,在他耳边低声道,别作声。 只听脚步声响,红铃波道,咦,怎的一煞眼就不见了人? 远处李莫愁道,咱们走吧,这小贱人定是逃得远了。 但听红铃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,陆无双急是气门,又带呼通,杨过仍是按住他嘴不放。 陆无双微微一震,发觉被他搂在怀内,又羞又急,正想出手打去。 杨过在他耳边低声道,别上当,你师父在骗你。 这句话刚说完,果然听得李莫愁道,当真不在此处。 说话声音极尽,几乎就在二人身旁,陆无双吃了一惊,心道,若不是傻蛋见机,这番可没命了。 原来李莫愁一心他就藏在附近,口中说走,其实是施展轻功,敲门声地演了过来。 陆无双险些踪迹。 杨过侧耳静听,这一次他师徒俩才当真走了。 松开按在陆无双嘴上的手,笑道,好了,不用怕了。 陆无双道,放开我。 杨过轻轻将他平放草地,说道,我历史给你接好断骨,咱们需得赶快离开此地,待得天明可就脱不了身了。 陆无双点了点头,杨过怕他接骨时挣扎叫痛,惊动李莫愁师徒,当即点了他的马软穴,伸手去解他衣上扣子,说道,千万别作声。 解开外衣后,露出一件月白色内衣,内衣之下是个杏黄色肚兜。 杨过不敢再解,目光尚移,但见陆无双绣眉双簇,紧紧闭着双眼,又羞又怕,魂不自一向的蛮横模样。 杨过情窦初开,闻到他一阵阵处女体上的芳香,一颗心不自禁地喷喷而跳。 陆无双睁开眼来,轻轻地道,你给我治吧。 说了这句话,又急闭眼侧过头去。 杨过双手微微发颤,解开他的肚兜,看到他乳酪一般的胸脯,怎么也不敢用手触摸。 陆无双等了凉酒,但觉微风吹在自己赤裸的胸上颇有寒意,转头睁眼,但见杨过正字痴痴的瞪时,怒道。 你,你,瞧,瞧什么? 杨过一惊,伸手去摸他肋骨,一碰到他滑如凝脂的皮肤,身似电阵,又如碰到炭火一般立即缩手。 陆无双道,快闭上眼睛,你再瞧我一眼,我…… 说到此处,眼泪流了下来。 杨过忙道,是,是,我不看了,你,你别哭。 果真闭上眼睛,伸手摸到他断了的两根肋骨,将断骨仔细对准,忙拉他肚兜,遮住他胸脯,心神略定,于是折了四根树枝,两根放在他胸前,两根放在背后, 用树皮牢牢绑住,使断骨不至一位,这才又扣好他里衣与外衣的扣子,松了他的穴道。 陆无双睁开眼来,但见月光映在杨过脸上,双颊飞红,神态扭孽,正自偷看他的脸色,与他目光一碰,急忙转过头去。 此时他断骨对症,虽然仍是疼痛,但比之适才断骨相互挫扎时的剧痛已大为缓和,心想,这傻蛋倒真有点本事。 他此时自己看出杨过时非常人,更不是傻蛋,但他一起时就对之嘲骂轻视,线下纵然蒙他相救,却也不肯改言尊重。 当下问道,傻蛋,你说怎身好,待在这儿呢,还是躲得远远的? 杨过道,你说呢? 陆无双道,自然走啊,在这儿等死吗? 杨过道,到哪儿去? 陆无双道,我要回江南,你肯不肯送我去? 杨过道,我要寻我姑姑,不能去那么远。 陆无双一听,脸色沉了下来,道,好吧,那你快走,让我死在这儿吧。 陆无双若是温言软语的相求,杨过定然不肯答应。 但见她暮运怒涩,梅寒秋霜,依稀是小龙女生气的模样,不由得难以抗拒。 心想,说不定姑姑恰好到了江南,我送陆姑娘去,常言道好心有好报,天见可怜,却叫我撞下了姑姑。 她明知此事渺茫之急,只是无法拒绝陆无双所求,只好向自己瞧所辩解罢了。 当下叹了口气,俯身将她抱起。 陆无双怒道,你抱我干嘛? 杨过笑道,抱你去江南啊。 陆无双大喜,扑之一笑,道,傻蛋,江南这么远,你抱得我到吗? 话虽这么说,却安安静静地扶在她怀里,一动也不动了。 这时那头大股牛早奔得不知去向,杨过生怕给李莫愁师徒撞见,进见荒僻小鹿行走。 他脚下迅捷,上身却是稳然不动,全眉阵痛陆无双的伤处。 陆无双见身旁树木不住倒退,他这一路飞驰竟然有如奔马,比自己空身急奔还要迅速。 轻功时不在师父之下,心中暗暗惊奇。 原来这傻蛋身负绝异,他小小年纪,怎能练到这一身本事? 不久,东方见白,他抬起头来,见杨过脸上虽然肮脏,却是容貌清秀,双目更是灵动有神,不由得心中一动,渐渐望了胸前疼痛,过了一阵,进而沉沉睡去。 带得天色大明,杨过有些累了,奔到一棵大树底下,轻轻将它放下,自己坐在他身边休息。 陆无双睁开眼来,浅浅一笑,说道:「我饿了,你饿不饿?」 杨过道:「我自然也饿,好吧,咱们找家饭店吃饭。」 站起身来,又抱起了他,只是抱了半夜,双臂危感酸麻,当下举起他坐在自己肩头,缓缓而行。 陆无双两只脚在杨过胸前轻轻的一荡一荡,笑道:「傻蛋,你到底叫什么名字,总不成在别人面前我也叫你傻蛋。」 杨过道:「我没名字,人人都叫我傻蛋。」 陆无双温道:「你不说就算了,那你师父是谁?」 杨过听他提到师父二字,他对小龙女极是敬重,哪敢轻忽玩弄,正色答道:「我师父是我姑姑。」 陆无双信了,心道:「原来她是家传的武艺。」 又问:「你姑姑是哪一家哪一派?」 杨过呆头呆脑地道:「她是住在家里的,派什么的我可不知道了。」 陆无双称道:「你装傻,我问你,你学的是哪一门子武功?」 杨过道:「你问我家的大门吗,怎么说是纸糊的,那明明是木头的。」 陆无双心下沉吟:「难道此人当真是个傻蛋,武功虽好,人却痴呆吗?」 于是温言道:「傻蛋,你好好跟我说,你为什么救我性命?」 杨过一时难以回答,想了一阵,道:「我姑姑叫我救你,我就救你。」 陆无双道:「你姑姑是谁?」 杨过道:「姑姑就是姑姑,她叫我干什么,我就干什么。」 陆无双叹了口气心想:「这人原来真是傻的,本来已对他略有温柔之意,此时却又转生厌憎。」 杨过听他不再说话,问道:「你怎么不说话了?」 陆无双哼了一声,杨过又问一句,陆无双称道:「我不爱说话就不说话,傻蛋,你闭着嘴吧。」 杨过知他此时脸色定然好看,只是他坐在自个儿肩头难以见到,不禁暗感可惜。 不多时,来到一个小市镇,杨过找了一家饭店,要了饭菜,两人相对而坐,陆无双闻到他身上的牛粪气臭,眉头一皱,道:「傻蛋,你坐那边去,别跟我一桌。」 杨过笑了笑,走到另一张桌旁坐了,陆无双见他仍是面向自己,心中烦躁,越瞧越觉此人傻得讨厌,沉脸道:「你别瞧我。」 指着远出一张桌子道:「坐到那边去。」 杨过咧嘴一笑,捧了饭碗,坐在门槛上吃了起来。 陆无双道:「这才对了。」 他肚中虽饿,但胸口刺痛,难以下咽,只敢一百个的不如意,欲带拿杨过出去,他又坐得远了,呼喝不着。 正烦恼间,呼听门外有人高声唱道:「小小姑娘做好事呢。」 又有人接唱道:「施舍花子一碗饭呢。」 陆无双抬起头来,只见四名乞丐一字排在门外,一起望着自己,眼见这四人来意不善,心中暗暗吃惊。 又听第三个话子唱道:「天堂有路,你不走啊。」 第四个唱道:「地狱无门,你进来了。」 四个乞丐唱的都是讨饭的莲花落调子,每人都是右手持一只破碗,左手拿一根树枝,尖头附着四只麻布袋子。 陆无双曾听师姐闲谈时说起,丐帮帮众,以左赴麻袋数目分辈分高低,这四人各赴四代,那均是四代弟子。 想起昨天在豺狼谷中相斗的那寒臣二人,背上似乎各付五只麻袋,比着眼前这四人还高了一级,自己若是身上无伤,对这四代自是不惧,可是线下,提筷子都没力气去如何迎敌。 傻蛋轻功虽然了得,但这么疯疯癫癫的,就算会舞也绝不能高,一时不禁彷徨无忌。 杨过自管自吃饭,对着四个画子恍若未见,他吃完了一碗,自行走到饭桶边,满满的又装一碗,伸手到陆无双面前的菜盘中抓起一条鱼来,汤水鱼汁淋得满桌都是,傻笑道,嘿嘿,我吃鱼。 陆无双秀眉微醋,已无鱼匣赤马,只听那四个乞丐又唱了起来,唱得仍是小小姑娘的四句。 四个乞丐连唱三遍,扒指眼睛瞪视着他,陆无双不知如何应付才是,当下缓缓扒着饭地,只做没有听见,心中却是焦急万分。 一个画子大声说道,小姑娘,你这一碗饭也不肯施舍,就再施舍一柄弯刀吧。 另一个道,你跟我们去,我们也不能难为你,只是要问明是非取直,自有公平了断。 隔了一会儿,第三个道,快走吧,难道真要我们用强不成? 陆无双回答也不是,不答也不是,不知如何是好。 第四个花子道,我们不能强盖恶化,四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,也叫江湖上好汉笑话,只是要你去评一评礼。 陆无双听了四人语气,直到片刻之间就要动,虽然明知难敌,却也不能束手待毙。 左手扶着长凳,只带对方上来,就挺凳俱敌。 杨过心想,该出手了,走到陆无双桌边,端起汤碗,口中咬着一大块鱼,含含糊糊地道,我,我要泡点汤。 汤碗一侧,把半碗热汤倒在陆无双右肩上,他坐膝朝东,右肩处于内侧,这半碗汤倒降下去,他立时身子一缩,转头去看。 杨过叫道,哎呀,毛手毛脚地去替他抹饰,就在此时,左手向外一扬,四根竹筷子击飞而出,飞射四年画子。 这四根竹筷去世实在太快,那四个画子还没看清,只觉臂弯处一通,苍朗朗声响,四只破碗一起摔在地下,砸得粉碎。 杨过拉起身上破衣,不住就往陆无双袖子上抹去,说道,你,你别生气,我,我给你抹干净。 陆无双赤道,别瞎捣乱,回头瞧那四个画子时,邓时惊得呆了。 只见四个乞丐的背影在街角处一晃而没,地下满是破碗的碎片,陆无双大是惊异,哎,这四人推也古怪,怎得平白无端地突然走了? 他见杨过双手都是鱼汤菜汁,还在桌上乱抹,吃道,快走开,也不怕脏。 杨过道,是,是,双手在衣巾上大擦一阵,陆无双皱起眉头,问道,那四个笑话怎么走了? 杨过道,他们见姑娘小气不肯施舍,再求也是无用,这就走了。 陆无双沉吟片刻,不明所以,取出银子,叫杨过去买了一头驴子,付了饭钱后跨上驴背,但刚上驴背,断骨处便是剧痛,忍不住呻吟出声。 杨过道,可惜我又脏又臭,要不然倒可扶着你。 陆无双道,哼,尽说废话。 杨绳一抖,那驴子的脾气甚是倔强,挨到墙边,将他身子往墙上擦去。 陆无双手脚都无力气,惊呼一声,竟从驴子上摔了下来。 他幼足着地,稳稳站定,可是牵动伤处,疼痛难当。 怒道,你明明见我摔下来也不来扶。 杨过道,我,我身上脏啊。 陆无双道,你就不会息息吗? 杨过傻笑几下,却不说话。 陆无双道,你扶我骑上驴子去。 杨过依言扶他上了驴背,那驴子一觉背上有人,立时又要捣鬼。 陆无双道,你快牵着驴子。 杨过道,不,我怕驴子踢我,要是我那条大股牛跟着来可就好了。 陆无双气急,这傻蛋说他不傻却傻,说他傻呢却又不傻,他明明是想抱着我。 无可奈何,只得道。 好吧,你也骑上驴背来。 杨过道,是你叫我的,可别嫌我脏,又骂我打我。 陆无双道,是啦,啰啰嗦嗦的多说干嘛。 杨过这才一笑跨上驴背,双手搂住了他,两腿微一用力,那驴子但敢覆边大痛,哪里还敢作乱。 乖乖的走了。 杨过道,向哪儿走? 陆无双早已打听过路径,本想东行过铜关,再经中州,折而难行,那是大道。 但见了丐帮这四个画子后,寻此,前遍路上,必定还有丐帮屠众守候,不如走小路,经竹林关,越龙居寨,再过紫金关南下。 虽然路程迂远一些,却是太平得多,也更加不易给师父追上,沉吟一会儿向东南方一指道,往那边去。 驴子提声嘚嘚,缓缓而行,刚出市集,路边一个农家小孩奔到驴前,叫道。 鹿姑娘,有件物事给你。 说着,将手中一束花置了过来,转头撒腿就跑。 鹿无双伸手接过,见是一束油菜花,花束上附着一封信,盲撕开信皮,抽出一张黄纸,见纸上写道。 尊师转眼济致,寄宿躲藏,窃窃。 黄纸甚是粗糙,字迹却颇为秀雅。 鹿无双疑了一声,惊疑不定。 这小孩是谁? 他怎知我姓鹿,又怎知我师父即会追来? 费杨过道,你识得这小孩是不是,又是你姑姑派来的了? 杨过在他脑后早已看到了信上自己,心想。 这明明是个寻常农家孩童,定是受人差遣送信,只不知信的人是谁,看来倒是好意。 当真李莫愁追来,那便如何是好? 他虽学了《玉女心经》和《九阴真经》,一身而兼修武林中两大秘传,但究竟时日太浅,虽之密傲,功力未至也是枉然,若给李莫愁赶上,可万万不是敌手。 晴天白日的,时事无处躲藏,正自沉吟无忌,听路无双问起,答道,我不识的这小傻蛋,看来也不是我姑姑派来的。 刚说了这两句话,只听吹大声响,迎面抬来一层花轿,数十人前后簇拥,原来是迎娶新娘,虽是乡间村夫的粗笔古月,却也喜气洋洋,自有一股动人心魄的韵味。 杨过心念一动,问道,你想不想做新娘子? 金庸武侠小说《神雕侠侣》 第九回 百计必敌 播讲 桑晓林 路无双正自黄疾